没能挽回悲剧 管理员好遗憾 回想起今天发现尸体的过程 管理员仍然心有余悸 台南安平一对父母 带着三名儿子骚探 共赴黄泉 其实这起社会悲剧 本来有机会挽回 死者一家几乎每天 都会下楼拿外送便当 但上周四却没出现 激情的管理员立刻报警查看 王父还从门缝报平安 没想到下次见面时 他们已成冰冷尸体 那个小孩如果认识回来 会带你再见 看到我就要认识 管理员说 死去的小孩很有礼貌 对于无法挽回悲剧 他觉得很遗憾 远景在屋内没找到遗书 但在主卧室墙壁上 看到许多抱怨自聚 其中一句疑似为 下辈子不要做人了 这一家人到底遇到什么问题 才会走上绝路 警方仍在深入调查